各位会点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梁亭兄,牧师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围造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去讨告 各个国家都已经对这个疫情采取过像战争一样的模式去面对 但我们不单只需要用医疗系统和疫情去打仗 更加我们需要视这场背后的一场熟灵的争战 我们在上队面前去祈祷求主亲自介入帮助我们去面对 求主亲自介入联敏,叫疫情能够止息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吧 亲爱主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叫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睁在你那里 主要我们知道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去蔓延 很多国家已经将这个抗疫视同战争去看待 这个的确不单只是一场瘟疫的战争 亦是一场熟灵的争战 求主你自己亲自作我们的元帅 在全球各地兴起你的军队 用祷告来帮助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打赢这一场战争 求主平安临到我们的全地,特别坚固各国的元首 主要你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讨告 主要我们就为了美国总统Donald Trump和副总统彭斯 还有各级的领袖 不单只是他们不会被困难去击退 更加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领袖们 学习在谦卑里面去依靠你 求主联敏我们亲自介入洗疫情能够快快指食 质下智慧和医治 帮助各国能够抗疫成功 奉耶稣的命祷告 阿们 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典的灵修时间 我们教会今年推出五五五的读经计划 就是每五分钟,每个星期五日 还有五种方法帮助大家去了解圣经 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 今星期来到加勒太书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加勒太书第六章 我们的灵修 保罗认了四章,解释到一个重要的真理 我们信主不是因为守到律法 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在十架上,成就了救恩,我们圣外神的意虑 但如果第五章保罗认了 虽然我们不需要活在摩西的律法底下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放纵情欲 因为我们有圣灵 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我们就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当我们结出果子的时候 无论我们的仁爱和平喜乐 或是我们的温柔节制 我们都会在现实生活当中表现出来 那到底这些圣灵的果子 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 有什么表现呢 到底第六章 保罗特别讲了两个很特别的表现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而第一个表现呢 就叫做彼此去担当重担 经文是这样说的 六章二节 你们各人的重担 要互相去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当我们在家居抗疫的期间 夫妻间混在一间屋 很容易看到对方的软弱 看到对方的不足 有时我们会很生气 所以我也不希望在家居抗疫的期间 但大家会搞出人命 所以我都劝语各位的夫妻 先将一些菜刀 十大武器之手的摺凳 先收起来 免得坐在家居抗疫的期间 希望大家学会这段经文 我们本身的重担要背了 你怎样学会将这些重担 能够依靠神射给神 然后我们不是彼此 将这些压力重担 射在对方身上 而是射在神身上 对于对方的重担 我们是彼此懂得去背 懂得见到人软弱的时候 懂得去接纳 不是责备 不是远离 不是远离 我希望在这个家居的期间 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年纪越大越发觉 当我们见到人的软弱 背重担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自己都背重担的时候 人的软弱 是会喜欢将重担射给对方 都是你的错 将一些愤怒發洩给对方 但我希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我们有另一个表现 如果不是有圣灵结出的果子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当对方有压力的时候 有重担的时候 我们彼此担当对方的软弱 一起背重担 走过这段抗疫的期间 第二要分享的是 保罗也随便提醒我们 除了担当重担 我们还要彼此 关心对方的需要 六章十节说 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线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是这样 当我们在一个家居抗疫的时间 有时我们很惹怒 所以有时我们一惹怒 就会抢救很多东西 我都不希望我们大家知道 很自私的 一个人抱着几百拳厕纸 在家里偷偷笑 我都提醒大家 无论是有冠状病毒 没有冠状病毒 你都只有一个屁股 所以大家明白 不要只顾自己的需要 也都顾一下 我们教会其他大型姊妹 有没有需要 很感恩我们教了很多 好的大型姊妹 他们到处去问 各位无论是MS组 不同组的人 到底你们有什么需要 有没有需要尺子 需要口罩 那我们教会 在这个星期 也都送了很多的家庭 不同的物品 很感恩 因为我们汇点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途中这个男孩 一个英国的小男孩 亦七岁 他用自己 存了很多的零用钱 就帮了很多 买了很多次子 送给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 我都希望在疫症的期间 大家珍惜这个机会 做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不单是 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 亦都彼此关心对方的需要 多谢收看 下次再见